我们来试OSEP S3 S10的这个程式的安装 那你找到载点之后,请你按照日期来下载 那Windows的使用Win的版本 目前看到的是0817的版本 把它下载下来 大概300多Mate下载下来 那我们打开档案总管 把它解压缩 7zip在这里解压缩至此 那我们解压缩完,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All install 这样子的一个 安装程式 那我们把它点两下 那它需要安装Python 3.7以上 如果你系统没有 它会 要你安装 出现的是红色的 那我们就一个个来装 另外一个是 Arduino IDE 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离线版的Squatch 3 还有一个是 S3Extend的 一个中介程式 另外这个是一个 S3Extend的 UI界面 那我们就一个个装 安装3.8.1 安装 4 那经过一小段的时间等待 Python 3.8.1 就会装完 那如果你是自己手动安装的时候 请记得要把Python的路径加到安装里面 不然在使用上会蛮爱手爱叫的 所以还是建议你使用我们的安装的版本来装 好 经过一小段时间 它就 把Python快要装完了 好 装完了 关闭 再来我们安装Arduino IDE 好 是不是要安装 我们安装的是Arduino18.12这个版本 同意 下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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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Arduino IDE 是因为我们在烧录 韧体的时候 Arduino韧体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所以建议你把它装起来 那Arduino IDE 因为档案数比较众多 档案小多 所以 需要花一点时间 它在这里会等一下 停一下下 那就请你捎带一下 装完之后它会跳出 新增 硬体的一个画面 好 一样经过一小段的时间等待 安装过程就即将完成 安装过程就即将完成 安装硬体请你安装 一样要安装 安装 这样它才会认识Arduino的板子 再来我们安装OSEP rond式 烧彩3的离线板 同意 下一步 下一步 建议你把这个打垢达起来 在桌面上会有个图示 按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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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装 我们就先不执行,完成,再来装S3Stand,这个是S3A的中介程式 那它会用到Python,所以Python要先装,那它也需要从网路上去下载一些套件回来 所以会进行一连串的网路下载,所以做安装的时候请你网路保持畅通 那一样这里要稍微等待一下,让电脑下载套件回来把它装起来 那这时候你的电脑才有办法让S3跟开放硬体有所连结 那里面的积木才会可以用 那这下载速度跟你家里的网路速度会有一点点关系 如果你家里的网路够快,它下载速度就会更快一些 电脑 stays顺便 电脑下载速度会不及 电脑下载速度会更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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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我们支援的开放硬体有Arduino,ESP8266,CPX,还有 Rexus Pi的GPIO也有,支援了四种 Arduino,CPS,ESP8266,Picoball,然后一个是Rexus Pi的GPIO 好,它会告诉你它已经装好了 那最后我们来装一个图形界面的UI 如果要下指令的话会有点辛苦 所以有一个图形界面的UI可以使用 一样建立桌面图是打勾 好,这样子就装完了,全部都装完了 好,装完就关掉 那关掉之后你的差别会是在桌面上会多了两个这一个 这两个程式 这个是离线版的Squatch 3 好 这是一个 操作的一个UI界面,你可以选择 或者你要线上操作或者是选择各种硬体 好,都可以使用 那就看你想要用哪一个 那基本上这个安装主要的是这两个程式 就可以装备了 打到这两个程式